我在AI语言中心学中文的是三年了 在这三年里我的汉语水平提高了好多 那是因为得到了老师的指导和帮助线 在这里的每一位老师都会为课堂 还分享了许多有趣又有效的学习提示 我在AI学习中文的过程中 获得的不只是课本里的知识 我还真正体验到中国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课堂活动 好像是写毛笔字、菜米语、剪纸等等 每个学期学校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比赛 为了能让学生有机会展现自己的能力 上个学期我还参加了过敏力发音比赛 但很遗憾没进入总决赛 不过这并阻止不了我 我仍然建训自己 并为自己的每一个机会更加努力奋斗 学校还给了我一个非常荣幸的机会 那就是当过敏力速写比赛的主持人 我从这些机会学到了很多也得到了不少的经验 在学习过程中可以同时获得知识和敬意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 这就像为等待我们的障碍而做准备一样 对我来说在AI学习汉语是最好的选择 AI学校会针对不同等级的学生进行教学方案 比如说初级班的话呢 我们会严重针对发音 笔画 声调等等之类 让他们好好的打好基础 然后关于中级和高级的话 我们会增加一些中国文化给他们 让他们更多的了解 当然我们也会增加ASK 也就是称为汉语学评测试 让他们在社会上能够使用到 关于AI的一些课外活动的话 我们中文系会分为很多活动 比如就是说有那个发音比赛 速写比赛 听读比赛 笔画笔顺比赛等等 都是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也让他们有积极性能够更多的学习中文 在AI学校的话呢 我们保证他们学生们会在一个 卫生及安全的环境下进行读书 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 比如说图书馆 电脑室之类 让他们有在自己的领域上自学的 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当然学校也会有操场 让他们踢球之类的 让他们放松自己的心态 更多的学习到更多的知识 对于柬埔寨人来说呢 我觉得学习中文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如今近期柬埔寨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国家 我们也可以知道有很多中国企业家 都是来我们这边投资的 所以学习中文呢 他们会可以使用在自己的工作上 会改善他们的生活方式 当然也会改善柬埔寨国家的经济 也增加了自己的文化知识和素养之类的 想要学习中文的 大家可以选择在AI学校进行学习 我们AI欢迎你 也期待你的到来 在飞品的时候 有工有值得 在飞品的时候 我们在飞品的时候 是在飞品后 都在飞品中文 我们在飞品中文 在飞品的时候 那边在飞品的时候 我们能否决定 在飞品中文 在飞品中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